但是我也想问问玉红 刚刚你说那时候每天上学 要四个小时倒立行走 是吗 对 这个路肯定是崎岖不平的 一定会受伤吧 有啊 那个时候我在路上走着走的时候 突然我的手直接软了 然后直接投足地 这颗摇 然后瞬间就没有了 当时流了许多的血 然后我心里没想到 因为我还要去上学 所以然后我就只有坚持 严玉红在未满一岁的时候 就被诊断出患有小儿麻痹症 彻底失去了行走能力 奶奶李国乡 担心将来 她没办法养活自己 就天天跟她说 玉红啊 爷爷奶奶没法照顾你一辈子 正常孩子可以通过劳力养活自己 但你不行 你只能好好学习 将来才有出路 那时候玉红还小 不懂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到了玉红六岁的时候 奶奶奶为了让她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上学 就每天背着她 翻四公里的山路去学校 这一背 就是四脑 刚开始 玉红只有四十几斤 奶奶背起来 她没有那么的费劲 但当玉红长到了七十多斤的时候 奶奶背着 就有些吃力了 有一次下雨之后 奶奶像往常一样背着玉红去学校 在经过一个填砍的时候 一不小心脚下打了环 当时奶奶的第一反应是 便摔着孩子 而自己 却脸朝地地摔了下去 玉红趴在奶奶的背上 没受一点伤 但是奶奶 却摔得满身满脸都是你 看着奶奶 玉红心里既愧疚又自责 她在心里暗暗地发誓 我一定要自己去学校 那天回到家之后 玉红躺在床上 无意间看到了自己的双手 突然灵机一动 既然我脚不能走路 那为什么不试着 用双手倒立行走呢 于是她通过爬梯子锻炼手臂力量 通过爬楼梯练习手臂的灵活度 努力真的不会白费 三个月后 玉红终于学会了暴力行走 她兴奋地对奶奶说 奶奶 我以后可以自己去学校了 在上学的路上 有许多的食杂 玉红的手撑在地面上 每一走多远就被磨破了 于是她就把鞋子套在了手上 接着走 手酸了 就坐在地上 休息一会儿再走 四公里的山路 对于正常的孩子来说 可能只需要走半个小时就够用了 但是对玉红而言 每天都得走两个多小时 而这一走 就是两年多 因为倒立行走 玉红的手臂力量 比同龄的孩子都要强 也是这个原因 她被选为了宜宾式的游泳运动员 进入游泳队之后 玉红仅仅用了三个月 就学会了四种游资 并在四川省残疾人运动会上 一举夺得了三块奖牌 但她的人生 并没有就此发生巨号 2014年5月18号 她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 在人民大会堂 受到了洗准书记的经济 还跟她握了手 2018年1月1号 她又成为了平昌冬奥会的火炬手 代表中国高高地举起了火炬 废客的玉红 在心里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参加2022年 中国举办的冬奥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